杏田来位成立个人IG帐号。活泼风格惹人爱。被歌迷发现不经意晒恩爱。 日本性感歌机,Coda Kill Me。杏田来位重磅动感回归乐坛,成立个人Instagram账号贴近广大乐迷。 能歌善舞的杏田来位,连续两年举办日本47都道府县的巡回演唱会挑战自我之后,终于推出最新专辑END,持续展现专属风格的音乐能量。 为此杏田来位更立名Coda Kill Me Official,为个人Instagram的官方账号,也别于其他艺人的操作手法。 杏田来位以私底下活泼贴近乐迷的方式,以图文影音呈现,截至目前为止,快转播出他面对镜头化妆的影片,达到最高点月率一万一千多个赞。 杏田来位展现熟人的化妆技巧,迅速把眼妆和唇妆毫不马虎地完成,而眼尖网友发现,杏田来位身穿有台湾血统丈夫Kenji03所属乐团BECKOM的T恤丽婷老公,网友纷纷留言,两人感情真好,真是对相爱的夫妻。 另类达成宣传老公目的,由度杏田来位小女人的另一面。 日前,杏田来位前往东京奇遇献欣欣赏凯蒂佩瑞的日本演唱会,没想到静巧与当红搞笑艺人Barrison Chimmy, 两人还坐在同一排,她在个人Instagram上传他们的合照,引起广大回响。 一头深黑色妹妹头发型的Barrison Chimmy, 以超过一千三百万次点阅帅的创意高笑影片在日本爆红, 其中,35亿,成为年度流行语, 众多艺人名流争相模仿,杏田来位由此延伸,以,我35岁,作为以关键词, 让许多歌迷为之疯狂,纷纷回应杏田来位保养的疑, 根本看不出来已经35岁,两人是最强女子等有趣的留言, 引起15000人对此篇发文的按赞,再唱话题。